元伟豪和张宝儿昨晚18日在红炭为儿子举行元 又元咕噜百日宴 元氏夫妇今次延开32席 广腰圈 好友分享喜悦 92岁的胡锋可谓经历无限 他亦有 深白日宴 大赞元咕噜四族爹爹 胡锋席间一语 名全铜锣家英齐齐向网民拜年 而百日宴的回礼物相当特别 是一支元咕噜酒 相关阅读经历 现得胡锋现身元咕噜的百日宴 老顽童上身的 风一道场见到元咕噜相当兴奋 急步行去语相 90多岁的朋友子打招呼并说 喂 子 免你四族吧 珍惜 中文明 元伟豪笑说 多谢修哥加持 取教 西佑 影合照时 胡锋出动蛊惑的手 壮肾肉紧地 圆咕噜的手臂子 非常搞笑 事后胡锋将片断贴 小红书 有网民留言说 比修哥祝福过 逼必健康又安 修哥永远是我们最尊敬最爱的开心果 希望他直见健康康康开开心 成为不老传说 修哥都要见 长寿 快乐 接着胡锋又走去找汪明权同罗家英 骗 罗家英看到胡锋身上的一条龙 忍不住伸手 瞻一念忘弃 罗家英边摸说 取好结实 厉害 厉害 明权大赞 修哥拿着电话叫人拍video 原来在拍小红活到老学到老 父 胡锋尔与老公李承德 Philip是嘉宾 一 他贴上合照并说 big congratulations to boy and been for the 100 days of little heaven 祝小宝宝身体健康 听听话话 西晒妈咪爹爹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好开心见到好多好朋友 最开心见烦我的野蛮奶 胡锋尔在2005年 与黄宗泽因合作拍我的野蛮奶 而拍拖 当时剧中汪明权饰演胡锋尔的奶奶 当外界是这个野蛮组合为收视保证 曾有传TVB计划拍野蛮奶奶系列第三集 但胡锋尔与黄宗泽已分手 胡锋尔表明立场不要跟前男友合作拍剧同台演出 于是这系列成为绝响 多年后黄宗泽汪明权现身节目 汪明权大爆原来当年如果两不是分手 该系列还会有第三集 其他文章 星岛 肃网已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递更多精彩内容 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营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